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 番茄新科技 北京 1.6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居住着2100多万人口 每天的蔬菜消耗量超过2万吨 在这座超级都市里 如何更好地保障新鲜蔬菜供应 一种全新的种植模式 植物工厂 正在重塑未来农业 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 一座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的联动玻璃温室 正在守护着一片城市里的番茄丛林 这里的番茄年产量可达700吨 是传统土灾番茄产量的几十倍 而且这么大的种植面积和产能输出 却只需要50位工人 而这些工人的领头人 则是一位从国外留学归国的 80后现代农民 这片番茄丛林的守护人 那么这座玻璃工厂里 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一探究竟 跟随徐丹 我们走进了这个超大的玻璃温室 你看这样 这一块是我们的番茄种植区 里边大概有2万多平米 种植了超过大概10万株番茄 而且有20多个品种 像近距离接触番茄丛林 可没那么容易 在进温室之前 徐丹就给我们亮出了 第一个特殊的关卡 一会儿我们就进入生产区了 进入生产区之前 我们需要对手部和脚部 进行一个消毒 这样避免我们把一些病菌 带到我们的温室中 我先给您做一个示范吧 好的好的 因为温室内的所有作物 都在健康无公害的环境下生长 不会使用任何农药 来消灭病虫害 所以对于外界代入的病菌 控制得极为严格 进入温室后 四米高的番茄丛林 让人惊叹 这样整整齐齐的番茄树 和我们平常看到的番茄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我们上来就来了一次顺藤摸瓜 来看一看这些番茄树的真面目 朋友们我特别好奇 这样一颗西红柿 它到底有多长 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颗西红柿上面 大概有一米多 一米半 从这开始我要顺这个藤 摸一下瓜 看它的根到底在哪里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刚才那个藤 这儿 这儿都缠到一起了 很难很难分开啊 我来辨别一下 这是这颗藤 这颗藤 现在是这颗藤 继续 太神奇了 还没有到头 这里 这颗藤 继续继续继续 这个简直是太难了 应该是这一颗 这一颗 这是这颗藤的根部 这是这颗藤的根部 从这儿到刚才我走过来的距离 我觉得足足应该有十几米 那就是说这颗小西红柿 从生长到它现在的生长期 应该有十几米的藤蔓 太神奇了 没想到一株西红柿 竟然能长到十多米长 如此盘根错节的藤蔓 确实让番茄丛林的称号 名副其实 那这样的番茄树 一年到底能接多少果呢 真是太难找了 我特别想知道 就这样一株藤蔓 这么长的一个西红柿的 这个藤蔓苗 它到底能长 一年能长多少西红柿 像这么一个藤蔓 它一年大概能够接 四十串番茄 但是刚才您摸到的 它那个根呢 它跟一年还可以分出四个藤蔓来 也就是说这么一颗番茄 它一年能够接大概一百六十岁番茄 一百六十岁番茄 对 那我们普通意义上 传统种植的西红柿 大概一年能接多少 传统种植的话 一般一差 也就八到十岁果的样子了 徐丹所说的多少碎番茄 实际上就是多少串的意思 也是近年来在超市中比较火的成串小番茄 在这个植物工厂里 一棵番茄树一年就可以收获一百六十串 是传统土栽番茄产量的十六倍左右 这么高的产量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里呢我们的番茄都是用的无土栽培 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包里 这个机制呢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机制是椰康 椰康呢其实就是椰壳的那个纤维 给它打碎了清洗之后填充在里边 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紧紧缠绕的 就是便废为宝的椰子壳 用打碎后的椰子壳替代土壤 透气 饱水 给番茄发达的根系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它通过这样一个低贱 然后呢把营养液送到了这个机制里边 然后呢这个管子实际上最后是连到了 我们设备间的那个试飞机 试飞机呢它会把我们配好的营养液 还有我们的清水 这样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 然后计算机会根据植物 现在的生长的情况 来个保证在植物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给它足够的营养 原来在这个植物工厂里 每一株番茄都有自己专属的智能营养师 实时为他们补充成长所需要的养分 而想要长得好 除了营养要跟得上以外 舒服的生长环境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温室的顶部有通风窗 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外界跟室内的温度 温度差 对温差 包括这个风向 风速 我们来调节这个开窗的角度 来让外界的空气跟我们室内清晰一定的混合 我们有一套计算机的环境控制系统 让我们这个温室一直处在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环境中 这座属于番茄的玻璃宫殿四季如春 就连风吹动的角度和地度都是经过精细设计计算出来的 这里的生产在每个细节都做到了工厂流水线的标准化 才让植物工厂里的番茄们实现了一年700吨的超级产量 而俗话说苗好半收成 只有苗好了才能收成好 其实这些番茄树还是小苗的时候 就已经被严格的管理起来了 工人们要精准地把每一颗种子放到每一个育苗坑里 让种子都有自己独立的家 而不同于传统的土壤 这些番茄种子安家的地方也有些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泥碳土 也就是非常适合小苗生长的一种特殊的机制 它的透气性和堡垒性更好 育苗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未来番茄的产量 而用这样的泥碳土来育苗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够避免土传病虫害的侵害 能够培育出无病无虫的幼苗 使得幼苗根系洼语更强壮 这边其实是刚刚已经播种完的这些种子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标签 它的品种 包括它的日期 这相当于就像它们的一个出生证明一样 出生日 这个小标签就等于这栗种子的生日 像这些刚刚播种完的这些种子的话 如果我们给它控制在一个24小时23度的环境 那么它三天就可以破土发芽了 所以像这些种子再在这里待两天 它就可以萌发了 不用土壤 在特殊的泥碳土里 植物工厂里的番茄种子破土发芽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这些小苗从一发芽 就要接受严苛的身高控制 小苗看起来长得都一般高 好像一般系很整齐划一 对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对它的小毛进行一些测量 包括它的高度 包括它的近粗 比如像这么大的小苗 比如像十天的小苗 它的高度就应该 基本上应该是在三厘米左右 我们可以量一下 对 您看 大概是三点二六厘米 您也可以再量一个 好的 测试一下 这些十天大的小苗 身高都在三厘米左右 误差不超过五毫米 别看现在这些小苗生机勃勃 最初技术团队可是在育苗上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刚刚发芽的小苗们总是死亡 技术团队在分析了种子 环境 营养液等各方面原因 反复测试后发现 小苗频繁无故死亡的原因是温度 温度是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 那么导致小苗死亡的原因 究竟是低温还是高温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原来 根据中国的市场周期 每年年底到春节时期 是北京番茄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而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 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这样倒退回去 育苗的阶段正好是北京的夏天 可育苗最怕高温 炎热的夏季 就等于是番茄小苗们的死亡季节 技术团队要怎么帮助小苗 扛过这段困难时期呢 我们会根据苗子的不同的阶段 给它制定不同的温度 还有湿度这些策略 像我们用手机用平板电脑 我们都可以连上我们这套温室的系统 比如说像这里它显示 现在这份区域的这个 根据的可能含水量有点低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给 大家来一次这个浇水 这个是5号 对然后呢一会儿呢 这个指令就通过我们的平板电脑 发送给了我们的温室的气候计算机 然后它就一会儿 这个温室就开始浇水了 潮汐灌溉 这种灌溉的方式呢 它的浇水会更均匀 节水性会更好一些 潮汐灌溉 就是用像潮水长落一样的方式 来进行浇水 缺水了就长潮 达到顶峰了就落潮 这种灌溉方式 更均匀也更节水 在炎热的夏季 然后我们的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的打开它的高压喷雾 然后呢 在这样严格的保障措施下 这边呢 我们把它叫做枕木 我们用的是它的那个根的这个部分 因为枕木的根它非常的强壮 但是它的花和果实长得不好 然后这边这一部分呢 它叫做结碎 结碎部分呢 它的花和果实长得非常旺盛 但是它的根没有那么强壮 结合到一起之后呢 它又既有强壮的根 又有很好的果实 两种番茄小苗 一种作为枕木 选用下半截强壮的根 一种作为结碎 选用上半截旺盛的果 强强联合后 才造就了十几米长的番茄树 和一年160串的超级产量 而这样伤筋动骨的手术 是如何完成的呢 首先呢第一步呢 我们是先给枕木 上面的部分给它切掉 接口的这部分 它的角度大概是60度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去切这个结碎 结碎的话跟枕木一样 我们要保证它的 伤口的角度要一致 我先给它切成了 它就是这个招牌 然后它是十分之一 这是什么 我先给它切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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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我先给它 我先给它切成了 好 我们先给它切成了 好 好 我先给它切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合格吗? 这个伤口的贴合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您可以尝试在我们这儿做一名架结工 我太开心了 这是我亲手培育的一颗超强气的小番茄 两株娇嫩的幼苗角度完全吻合的切口 经过小心翼翼的架结以后 才能变成一颗根和果都很强壮的超级番茄苗 而这也就是这里的番茄树能长到十几米长的秘密 可这样通过手术架接在一起的番茄苗 在工厂化的生产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到底味道如何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在这个植物工厂里种植了超过十万株番茄 有红色的还有橙色的 并且橙色番茄口感很特殊 酸甜之余还有古特殊的味道 这个味道来自什么?来自于胡萝卜素 这个也是很神奇 植物工厂里不同颜色的番茄尝起来各有特色 技术团队是如何控制每颗番茄的口感和营养的呢? 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τικ风景 第五个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